《笑》 笑是人类永恒不变的真理 德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 知恩、感恩、报恩 是做人的良知 爱因斯坦诚说 一介人类价值的基础是道德 人类需要正确的伦理道德的指引 中国是文明古国 利益之邦 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 然而 随着科学、经济的叙述发展 人们的趋向也随之而转变 特别是现在的一些年轻人 有着强烈的社会欲罢 缺少爱心、感恩心、自强心 在家忽逆父母 在学校忽逆老师 不听教诲 不认真读书 甚至打骂父母 辱骂教师 早恋 笔吃 笔穿 电视 网吧 挥霍金钱 如梦如痴 人性淡化 小小年纪 社会气十足 荒废了人生 宝贵的时间 如此扭曲变态的心灵 未来的人类如何生存与发展 令人担忧 青春期是孩子成长的人生关键 是各级生命过程中 一个极为特殊的阶段 也是教育难度最大的时期 需要教育者去理解 引导 关心和帮助 正确引导他们的认知能力 思维方式 人格特点 是非观 价值观 及社会经验 他们随着年龄的长大 会逐渐进入社会群体 去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 如果没有良好的心灵教育 就没有良好的社会校园 宏语文化传媒 根据社会需求 定期为小学 中学 大学生 举办心理数字教育培训班 根据儒家思想 心理学 及现实果报的综合教学 从实地出发 气实 气机 气力的教化 同学们的心灵 受到了震撼 他们翻观内照 呼唤良知 纷纷上台忏悔 他们那颗忤逆的心 终于向父母 老师低头悔过 迷途知犯 他们真诚的心 挥过的泪 令在场的人 无不感动落泪 人知初 性本善 孩子们的根 没有错 经过教育培训 净化了孩子们的心灵 他们明理 忏悔 发愿改过 弃恶 愁善 事实论证 英国教育 是人人急需的教育 是社会急需的教育 原英国教育 能快速进入学校 教化时深 能进入到社会各个阶层 能提高人类的整体素质 能大善天下 孩子是家长的期盼 是国家的期盼 愿祖国的接班人 能健康 平安 快乐地走向未来 因为英国教育呢 它是综合了 如是道的这么几大教学内容 当你真正学进去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不是一个宗教理念 慈能教善 悲能救苦 你有了大智大悔 你能解除世间 以及出世间的一切道理 通达无碍 以及宇宙人生的真理 你全部通达 英国教育 教给人如何做人 如何做事 如何能离病苦 如何究竟解脱 所以这个范围就非常广泛了 它告诉人怎么做 才能得到身和心的自在 人怎么做 才能没有病苦 人怎么做 才能成功 才能远离一切忧悲苦恼 才能达到自己的心愿 它讲的是一种高尚的教育 是我们人间探求不到的教育 就是教人做人的道理 做一个很高尚的人 就是跟我们世间的那种法律 以及家庭教养 都是一种超越 比如说 像我们现在的人 有好多是法律制裁不到的罪恶 最能看得见的就是人伦道德问题 小小的孩子开始早恋 早恋完就开始同居 这就是国家法律所不允许的 但是为什么有的人都这么做呢 就是说 他法律上很难运速这个问题 它属于人伦道德的范畴 属于自我行为规范的范畴 很难约束 唯有自己进行自我约束 否则的话 法律没法解决这个问题 不像过去了 所以现在的人伦道德数字 在逐渐的滑坡下降 就把这个早恋同居 堕开这些 违背人伦道德的问题 视为一个很平淡的事 在去行持 所以导致的后果是什么呢 很小的孩子就有病苦 就有灾难 就求不得 种种种种问题出现了 那么我们通过多年的进行研究 就发现 这些问题都源于因果关系 大家搞懂了这样的关系就可以了 我们这么多年代 因果教育行持来付出人类 收到了奇效 不是一般的教育 应该是非常奇迹的一些效果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进行一些问题的解答了 正式进入问题解答阶段 看看我们同学们都带着一些 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进行参学 其实你提的问题呢 也是自己想获得 而且这也是帮助别人 所以在圣贤的教会中呢 称他为叫法布师 法布师 也就是说把你懂了 你所迷茫的 和大家一起去分享 你受益了别人也受益 就是采访一下孩子们 就是非常关注2012的 你是怎么想 前面几位 来给他个麦克服 说说看 看看他 现在的年轻人 对2012有什么想法 这很多人关注的话题啊 咱们今天探讨 分析一下 赵老师 因为我在网上看见了 一些关于2012 灾难的那些传闻 也有一些提据说 马亚文明在500年之前 就是在一块石碑上 发现了许多飞机和汽车的异样 与现在的汽车和飞机的辅相 然后根据克里亚 老师记载说是 2012这个灾难 马亚搞得遇到了 也就是说 大家都比较关心 2012的话题啊 其实我在每一场 这个论坛会之中 都有这样的问题 不光是学生的专场 还是社会的专场 都有很多人提出 老师对2012是怎么看 讲一下 说2012老师怎么解释 其实很多疑问啊 那么有没有2012的问题 那么因为我呢 一直都是在做因果教育 因果教育呢 它的范围当然是 非常非常广泛 它涉及到每一个人 的起心动念 所有事件 以及初事件的一切问题 都包含于 因果教育当中 到底2012难不能发生呢 不知道 未知数 也就是说 对一个不知道的问题 你就没有必要去忧劳 因为你不知道 未来是什么 你只知道我把握当下 就很好啊 因为你忧劳 也是没有用的 比如说 我们讲两个话题 一个是发生 一个是不发生 那么要去发生的话呢 也是人的纵业感召 而发生 没有别的 因为什么 人要造恶 一定会得恶报 做善 一定会得善报 那么假如说 这个玛雅人的预言 大灾难要来 也是说 我们现在的人 无比无比的罪恶 而感召了 扭转天坤 扭转了 说一切都因善 可以改变 所以在圣前的教会之中呢 就有了凡四季的案例 同学们有没有看 是吧 大多数都看了 你要知道 这个教法是对的 因为善可以改变一切 因为善 让天地都变得美好 因为善 可以促进 人与人的和谐 因为善 可以促进 人与自然的和谐 因为善 可以让世间万物 都不能和谐 但是我们分析 现在的人类 到底还有多少善 是存在 这大家就能分析出来 说灾难 2012到底能不能发生 倒是不知道的 但是根据 现在人类 种种造罪的行为看 未来的灾难 会连绵不断 人们太糟了 人们现在所造的罪业 都没法说 就是比如说 我们现在的 我们不讲远 将养孩子们看不见 就将我们孩子 现实在的这些孩子 也就将我们现场 这些孩子们 有多少个孩子 说过不忤逆父母 你没有丢失天德 那么从圣前的教会中说 效仰父母 尊敬师长 你是天德 上天会有护法 对你的护制 他会护佑你 这个善良的人 如果现在的人忤逆父母呢 你会感到地狱之果报 这是圣贤的教会 我认为是很正确的 正是因为我们没有接受到 友神论 接受的都是无神论 所以你没有畏惧感 你不知恐惧 不知果报 所以打得大了厉害 所以我们在美场 做论坛的时候 看见七八岁的小孩子 我们在分享的时候 他就说了 我也是个武力分子 给大家乐 七八岁就开始武力分子了 那天坤能不转吗 十几岁的孩子 十五岁的小女孩 就知道24k了 十五岁啊 你二十五岁 我能理解孩子 对吧 你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你十五岁的孩子 你学了一些社会 极不健康的东西 心灵极度扭曲 这是我们的孩子们 上网看黄色片子 看黄色书籍 然后早恋 堕胎同居 挥霍父母的钱 什么好吃吃什么 什么名牌穿什么 哪样是善呢孩子 所以现在有好多大型灾难 净死孩子 他们就不理解 你们可以在网上经常看到 校车翻了 是吧 校车创了 人们说现在的孩子 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呀 为什么 第一是父母造恶 第二是孩子自身就造恶 他小小年纪就开始造作罪业了 有的小孩七八岁父母都挂不了 就七八岁的孩子竟然能把父母 气是眼泪一顿一顿 就现在的孩子 我们小的时候都长到十几岁 二十几岁了 都非常听父母的话 哪有像现在的孩子 吃的最好 穿的最好 完了还最无逆 这不是道行逆施吗 那人类能有灾难吗 你说无逆父母啊 我还无逆老师呢 这就不明因果的不呀 第一个值得感恩的人 就是你的父母 他给了你生命 福祉你的衣食住行 他辛勤的劳作 对你无私的奉献与供养 最不该有无逆的人 你无逆了 你丢失这份天德 你甭想成事 第二个不该无逆的人 什么老师啊 老师的教诲 让你的人生不再空白 让你学知识 人要没有知识 就是行尸走肉 所以说得到老师的教诲 所以人们成为老师 叫恩师 那什么感恩呢 但是我们现在的孩子 是得 五弟老师 小孩子不大 每天嘴巴觉得很长 为什么呢 孩子 财法 我特别恨我的老师 天天过来有这么多作业 你说咱们给老师起来号 怎么怎么样 有些孩子老师做得不好 咱别管他 他做错他自己代业 但是他一天为师 终身为父母 所以有多少孩子 不如你老师啊 大多数孩子都不如你老师 得 天德全美的 在点每天 什么好吃 吃什么 什么吃肉 种种罪业 早恋 父母不同意 为什么你得学习啊 这个世界是你人生 最黄金的时代 去学习 去储备人生资粮 去面对人生 父母希望你能幸福 平安 健康 快乐 成就 这是父母对你的启发 父母所有对你的启发 你一个都做不到 那父母能够烦恼 那父母天天跟你俩生气 不造业呢 你想想 现在的孩子 为什么 说明很短 你可以到精神病院 去看孩子嘛 好学的孩子 你们去搞一个社会调查 14岁到256岁之间的 精神病孩子非常之多 过去根本都没有 太少了 精神病患者 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 都很少很少 一万个人当中 都不能超过十人 现在不是 比例很高 那么从小就开始 众生负极 为什么遭到罪业 不好好学习 早恋 同居 上网 忤逆 全是造恶 他为什么人生 没有走多远 就结束了 那上天都不慈悲你了 他也会想 就这么罪恶的人 你还活得没有价值 你就别浪费你父母们 那个精力和钱 再来 你就快早点走了 该开始干什么 所以好多人啊 这个灾难怎么来的 跟这个因果是息息相关 你比如说我们的二代言 到底有没有 玛雅人的预言 据说都非常非常的准确 所以很多人就无比的恐慌 但是有一点 善是可以改变的 那么 像现在这个状态 人类完全可以改变 因为因果教育来了之后 要无数的人已经改变 那想改变怎么办 第一是 自己以前所做的每一件措施 进行忏悔消灭 从现在开始 做的都是正确 是善 善的上天当然会恩赐你啊 你做恶的上天也会惩罚你啊 就很简单 所以好多人说 走吧 避免拿二代言 忏悔 再坚实的地球 大家都造恶 都往里装 他也得漏啊 现在拿起来 所有的孩子 有多少不造啊 对不是现在这个时代好啊 一人抢个手机 搞对象都不出 条件好了 给自己一个房间 卡往房间里一锁 完了条件好点 就是上网 风流 再不就手机发带信 你到底干多少正事啊 父母声音养你 你给父母多少回报啊 现在的孩子 为什么这么短命啊 你去因果教育孩子们 去找一找 帮忙找着 说现在为什么说 越小接触因果教 你越受益呢 你知道拆毁了 你知道不做了吗 你知道端歌成善吗 善当然就能得善报了 你不善 你当然就没有好的报 果报啊 所以果报呢 是实际处处都离不开的 非常简单 所以有一天 有一个大学生问我 他说 老师 你讲的因果 就正教的玩意儿 后来我就乐了 我说 这个不是 为什么 不讲因果 难道世界没有因果吗 处处都存在的 他不认可 后来我给他讲了道理 最后他复了 很简单 比如说 我就说我们的同学 我们现在坐在学校里去读书 十年二十天的寒窗苦读 这叫假设叫因 将来你能考上大学 这叫果 你不先期付出这个因 你怎么后期能考上大学呢 你不可能有这样的好的果报 那你不读书就是因 最后你没有成绩被考上大学 那也是果 那是一种不好的果 人生只有两种果 一个是恶的 一个是善的 一个是对的 一个是错的 就这么简单 那咋不存在 所以你考上大学之后啊 你在学校里继续读书 那又形成了因 读书之后呢 给自己度计 储备资粮 然后呢 你能有一个好的人生 有一个幸福健康快乐的未来 那就是果报 那行好你的一生啊 哪不存在因果啊 比如说我们工人去上班 我每天上班就是因 到月中了给你发工资 那就是果 付出是因 给钱是果 很简单 你不付出 你管老板要钱 认识你啊 所以你一天活 没有干什么给你钱啊 那怎么都没有因果关系啊 说我吃饭是因 养生这是果 就这么简单 出处都存在 就是我们大家 没有正确理解 和认识这问题 感觉没有的事 我才不信因果呢 你啥不信呢 你不能否认识实啊 这就跟信仰没有关系 跟你个人的 这种 聪明于是有关系 那 出处都是存在的 我们做每一件事 都存在原因和结果 出处都少不了 实施跟个都不能用 但是你要是研究不好 这两个字的话 你做的就是错 你比如说 早恋的孩子 特别忤逆 在家非常忤逆父母 一说谈恋爱 那就还跟葱的店进来 这饭也不吃了 爹也不认识了 妈也不认识了 谁说也不听 我窝里一关 我风流 说你现在干啥 你段落人生 你都没搞懂 孩子 你这期间干嘛 你得学习 人生是你自己的 你不能荒废了 就这么十几年的时间 除了这十几年的时间 到了另一个段落干啥 你该找工作求职 当有了一份好的工作 一个好的职业之后呢 到了另一个段落 择偶成家 结婚生子 繁衍生息 然后又到了另一个转折点了 是吧 有孩子为人父母 结婚之后转折到 为人妻 为人丈夫 再往下转折 为人父母 到社会上呢 你是领导 你还是员工 那你还是高官 你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你怎么样正如你手中的权利 如何为人父母 这完全都在因果关系问题上 你解不去为了这个问题 那你还想解释人生 那是不可能的 多少个在婚姻中失败的人 当时没有解决好这两个问题 就曾经看见过一位女中 她不是病苦 她是辛苦 她无比的忧伤 郁闷 基本就是 出于精神病的状态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她丈夫有第三者 郁闷死了 那么后来我们 总结出经验 我们说 有没有考虑到你哪里错 她不理解 我错什么呀 那我刚才找第三者 我还错了 后来我们说 你也不要这么说 是不是你有账在先呢 你账不错在后呢 那想 要提到这个 我有些惭愧 我出轨在先 你中的阴了 今天你账不出轨 就是那国 有问题 还郁闷吗 忏悔了不你 忏悔你这儿都能好吗 当然能好 你也要接受因果教育 你得知道人伦 你得知道自己的道德 这个不知道的话 你也改变不了 只有好多好多复杂的关系 是时时刻刻都求了因果的 那同学之前也是 经常看那些同学 心里要说 老师我跟同学生分了 我特别纠结 妈叫也不吃饭 爹叫也不吃饭 两个同学之间很好 他俩不好 分开了 就用这么一点点小事 就纠结了 纠结了天天饭都不吃饭 你说 这又忤逆父母吗 这又忤逆父母吗 这又不吃饭 你不吃饭 你父母不心疼吗 心疼父母就不开心吗 那你说 因为你同学 你忤逆父母 你值得忘 哪多哪少啊 这就会搞什么因果关系吗 人与人之间有缘分的 缘来的就聚 缘去了就散 有缘就聚 无缘就散 很简单 你要学因果的汉 你就没有什么烦恼 所以我今天有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突然有一天他不跟我好 那你也很快乐 可能说 我们俩在一起待三年都很好 突然跟别人好了 那你也明白 我们俩可能无时间就有三年的缘分 这三年过后 他都必须得离开我 因为我没有那种缘分 这很简单 你就不纠结了 就看到好多小孩子 就因为 同学之间的小问题 就变成郁郁症了 这就没有资料嘛 教育有问题 存在教育问题 所以人们早一天学到因果教育 从你的生活方方面面 你都会受益 你说我们看到好多孩子 考大学就差三分 差四分 连续两年都考不上 后来问到我的时候 为什么呀 观察自己 哪里错了 有什么样的罪业感张 是不是忤逆父母 是不是忤逆老师 是不是缺少一份天德 对你的忽悠 为什么考不上 优道流 后来他按我的指导 去忏悠忤逆父母 去忏悠忤逆老师 他从现在开始改变自己 不是一个孩子考上大学 好几个孩子 来让他们来分享 感情老师 他正确知道 以前不懂 现在懂了 那你缺了一份天德 你想一想 就像阳光没有照着你 照着别人 那你怎么能快乐呢 因为你这叫什么 求不得苦 因为你中那阴了嘛 那你就不可能 获得好的回报 这些阴果观察 错综复杂 是实质处处处在 我们今天 共同学习的目的 就是来探讨 探讨这个阴 欲获的问题 这是新课题的孩子嘛 现在还没有进入校园呢 你们先期能学到啊 老师非常有福 帮我孩子 这个阴果教 要想进到学校课本之中 那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啊 因为他八年来呢 一直在世间行走 现在能到全国乃至世界 到国外 因为三年前的时候 他就已经流通到 十二个国家 这几年我们就没有统计 应该是 最少于的二十几个国家 流通我们的英国教育 但是现在孩子们 受教的情况就不好 因为孩子们太忙 没有那么多时间 但是社会群体 他们受益的程度 就相当之大 因为他们看到 英国教育之后呢 他们从中获得了解脱 一个是病户 以及身和心的解脱 那孩子们这块呢 就是靠缘分 谁能接受到 正确去运用 那就会对你的人生 有太大的价值 特别是上学 特别是上学 这些考学期间的孩子 非常之重要 那么考学呢 对孩子的一生 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了 这个期间 你们能接受到 去忏悔 去导证 导证自己 从善开始 你就没有求得的事 这是经验谈的 要无数个人 都得到了自己想要 我们昨天解答了 有关2012的问题 说了一半 没有说完 那么至于这个大型的灾难 到底有还是没有 这个我想 在没发生之前 还叫被治 预言家呢 有的时候是准确的 但是有一点 善可以改变一切 这是真实不虚的 了凡四讯 那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也是真实的一个故事 那么我们从现实在看呢 用忏悔 用因果教育 让无数的人改变了命运 那么也就希望大家 对2012的不要太在意 即使他算了债转 那就是说人供业感召 所有的业力都是一样 比如说大型的地震 什么海啸 火灾 种种种种这些 所谓的天灾人祸 都是有原因和结果的 是什么因要因的 这样的结果供业 大家都在造作罪业 那么如果大家都能 忏悔自己的罪业 都能断落成善 这个天灾都是可以转回来的 完全可以 所以因果教育来了呢 这个时候这就是拯救 现实在于人类的一个法宝 如果大家都能接受因果 就每个人知道自己错了 再忏悔 再消解你的罪业 每个人在做善 你想 这天就会转回来 在圣贤的教会中呢 他告诉人们 不占卜吉凶 不占卜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要去涮你的命运 但是要干什么呢 要去改你的命运 这个我很认可 算命不如改命 所以千百年来 人们都喜欢 占卜吉凶 说出你的生辰八字 然后呢 去用这个八卦去涮 涮人的命运 是非常非常的准确 基本不差什么 这是在过去 但是在现在啊 我认不灵了 为什么 时代变了 随着人们大脑聪明的改变 不断的去改造自然法则 现在生的孩子 不是自然生的 他定时 哪个时辰好 我几点都去抛妇 什么几点 什么几十分几十分 最近说 大家都知道是吧 现在的孩子 都是自己选日子 然后抛妇产 这个日子好 这个时辰好 那你说那八卦 还能灵吗 不灵了 所以中国的八卦 淘汰都不行了 已经不好使了 他指的那种八卦呢 说生有时辰 死有日期 这是法则 就是当原有的时候 有缘的时候 人就会生 当无缘的时候 人就灭 所以 就在圣前的教会上 叫缘生缘灭 一切其因缘 但是我们现在人类呢 用自己的聪明 去改变了一些自然法则 所以现在的八卦 算命不足 2012的问题呢 就是说 从各个圣前的教会之中呢 他也是讲业力流转 果报自受的一个道理 即使有灾难 也是人们共业感召而来的 如果能忏悔 能断恶从善的话 就完全可以转回来 比如说像我们这次同学们 白天可以听一些讲座 通达一些道理 晚间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忏悔 去消解你的业障 也就是减少果报 我想 那么谁忏悔 谁就受益了 是这样 那么到底有不有呢 我这么讲 对我们这个生存的人来说 并不是一件重要的问题 如果灾难来了 要想人类不存在 谁也讨不过 我们看到有一些人是这样的 他们说要买一个 去诺亚方舟的船票 逃离大气层 那是科幻 那是不现实的 有人已经做了准备 储了大量的煤炭 粮食 说等到灾难来了之后 好用 我认为这种选择 都是很愚痴的 为什么 真要是灾难来的时候 是人力不可抵御的 人敌不过自然 你比如说地震的 瞬间发生了事 你触手不及 你想不死都没机会 真的 你比如说那个海峡来了以后 它几十米的那个浪头 上百米浪头 瞬间移为平地 来得及呢 你还储粮食呢 你储啥都没用 人力敌不过自然 大家必须懂得这样的道理 我们人类虽然很科学 很聪明 很发达 但是 在大自然面前 都是脆弱无力的 不可抗拒的 人类可以去感受自然 而且是根据自己的需求 去改造大自然 为什么 你可以建造房屋 我去挖球买一探 然后我去开坑土地 种植 这只是我们人类 在需求上的一些 现象上的去改变 你想整个改变大自然 以照人类的思维去行使的话 那永远都不可能 不信使 你说我今天心情不好 太阳你可千万不要出来 他听你的 不能 你说我今天心情特别好 天你一定不要下雨 他听你的 不能 那就是说 现在人类这种担忧 是没有必要的 是多余的 我们学会改变 就是断恶重善 赶紧忏悔吧 这还来了解 忏悔能让人灭坠 做善能让人会有善报 这就是唯一可以改变的办法 并不是逃离 我们看到 回避2012的人啊 有修行者都干什么 他们都辞去了自己非常好的工作 然后卖掉了自己的房子 他们找一个很偏远的地方 坐在一起干嘛呢 阿弥陀佛 等了大灾难来 那你多欲趣呢 所以我听了之后 感觉太可笑了 一点意义都没有 有的人说 哎呀我要存一些粮食啊 说会有三个月没有电 那一个礼拜没有电 人就谈了 还有三个月啊 我们现在所有的都需要电呢 是吧 你说没劫 没有电你送不了 没有电水上不来 没有电卫生间不能用 没有电一切都瘫痪的 那七天没有电 你撒月没有电 那人都得死 你还存的粮食 都没有水 你吃干米啊 所以有些人很愚痴啊 我认为这种选择 绝不是办法 你不要想办法去抵抗大自然 不现实 我们就是面对这个现实 忏悔自己的罪业 赶紧削减 大灾大难 不再发生 然后呢 去从善 会得一些善报 这就是人类最好的改变方式和方法 几乎也是一样啊 会有更多更多的灾难 这是真的 为什么 看看我们人类现在所造的罪业 就能看到 杀盗银网酒 贪嗔吃卖银 样样不差 小孩子忤逆父母 早早就同居 堕黑 孩子的父母呢 那也是邪淫无度 有权利呢 挥霍权利 坐马上呢 坑蒙拐骗 偷漏睡宽 那天我看见北京来一位女众 跟我说 老师我想忏悔 我不敢 看我家老公 我家老公要看着我就完了 干嘛 他说我是做妈咪的 我说完了 那还有好 做妈咪的 明白啥意思吗 养小姐 犯败小姐的 做小姐 做妈咪 那还要好吗 我说你得多么罪恶啊 罪恶死了 但是还有一点的 还有善心 他现在看到因果教 来到无比的后悔 以前我特别喜欢钱 现在我看钱如粪土 我就知道我无比无比的罪恶 老师 他说你要是早讲到因果教育给我 我怎么会犯这么大的错误呢 他说我千死万死都不及 那还要好 而且是在北京一个很繁华的地方 有你们社会还能好吗 他说是 他说我太罪恶了 那你想大家都造恶 你还想人间太平 这怎么可能呢 要想人间太平 你得做善呢 善就是美好 所以2012的问题啊 不是可信不可信 谁说的对 你就相信 我告诉你的法则 你也不用担心 你也不要顾虑 你也不要因为这件事烦恼 要想死的话就不是你自己 要能活的话呢 也不是你自己 要全天人都死的是你 还能活啊 要啥没啥 对吧 对 那天下人都不死你担忧 不是没用吗 行 就是没有必要的担忧啊 所以正确对待2012 我经常看到手机上群发2012 其实这都是变改的 你做教育是对的 像我们一样做教育 要把人去从内心去改变自己 因为你内心改了 世界观就变了 世界观改了 宇宙都改变了 这是真理啊 不抗拒 对2012听懂没有 听懂不要再顾虑了啊 这有的孩子说 学的不上了 等2012 那你 这哪份呢 你说人生有几个青春年吧 是不是 你错过了这个时间 一年的时间也不算少啊 2012发不发生 不管你的事 也不管我的事 天塌 大家子 谁也剩下 要没这事 大家都很听 记住我的就忏悔吧 端饿吧 剩下的就是你 天天造恶 侮逆父母 早恋 童居 一件正事不干 连偷带摸 除了造业就造恶 那死的就是你 也不是别人 说谁死谁不死 你衡量嘛 自己想 你能活你还能死 你不用问别人 你自己就懂 老师 现在有人在网上写小说 写得花花招招的 这样代言吗 都知道 大人 对 学习因果的人就知道了 确实是代言的 因为小说 也相当于一种教育 为什么 如果你在文字和语言当中 洋育着一种善和美 人们的心灵在改变 你写的一些情爱 然后什么偷啊 盗啊 那些个黄色的东西啊 你是毒害别人的 这个东西 你这种业力还非常大呢 我曾经见过 一个精神病患者 他的前世啊 就是写言情的 因为自己是很有读的 你比如说像琼瑶的作品 是吧 有好多人为情而死 完了 有好多人醉生梦死 有一些年轻的孩子 有点点儿就开始 潺潺绵绵 对啊 他们都不好读书了 看到各种爱情故事 他们从小就进入到情感世界的圈子里 因为这个年龄啊 是在读书的时候 是黄金时段 他是在学习 充实人生资粮 不是借鉴这些垃圾的东西 因为这个情感世界呢 是婚姻生活 到你谈婚论嫁的时候 才可以一些情感的东西 当成了过小的 进入到这个话题当中 腐蚀了他们的心灵 所以我曾经在一次论坛会上 见到过一个女孩 二十多岁 她给的一个话题是什么 意思说 什么最重要呢 爱情最重要 我说你是不是言情看多了 就是大学生啊 就说明她从小就看一些言情的东西 她看在那里头了 她认为世界没有比爱情更浪漫的事了 这一时候她都已经失去了 正常人做人的理智了 什么父母啊 亲戚啊 朋友啊 什么价值观啊 其分啊 都不存在了 每一天就在这些浪漫的爱情当中 转来转去的 那你 这个没有价值了吗 爱情这个话题啊 是人类的一个边缘话题 不是人生主题 你要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 一对从小就搞得下 十几岁就缠缠缠缠 这是一对废人 永远记得 不是成功的人 他们只在这个爱情两个字当中去转 他们忘记了亲情 人情 事业 什么人都忘了 他们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天地 这两个人的圈子 他不会走到哪里 就超出正常人范围的 就属于非正常的 所以人不能没有情感世界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边缘的话题 现在的人不是这样 就把这个情啊 这个爱啊 就作为大篇幅的话题 摆在这个面上 天天情来爱去的 那不正常了 真的 不是正常人的 你这些东西能盯饭吃啊 你不出去赚钱 你天天你俩搞得像 咱们缠绵着 天上吊钱给你啊 然后你不太得花父母钱呢 你缠绵来缠绵去的 还得父母供着你 对不对 你不好好读书 就没有正经的 学业 没有学业就没有事业 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个竞争 十分强烈的时代 在各地方找工作的时候啊 他首先要的第一个硬件 就是学历 说什么学历 那就不一样了 比如说现在一个清华学子 拿出来的一个学历 那就不一样 说现在清华要有一个博士 没毕业呢 那要是想签订单的话 有的是 各大知名企业 都奔着清华和北大两大学府使进 比如说那里的博士 那里的硕士生 还有那里的大学生 只要进去以后超过两年 要想签的话 订单有的是 年纪非常高 你想这个学历啊 给你人生带来的价值 是不一样的 那就意味着 他一生都黄金附地了 一时无忧了 这学习是非常重要的事 就是说你进入不到 两大学府的话 最起码的一般的一表 是不是 一般的学校 三表就僵掉 总比你流放到社会上好 这个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再来看 网络写的一些东西 是非常单一的 希望我们学习好的 有文才的同学们 你们的知识呢 要正用 善用 多写一些 能促进人类文明道德的 能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 对于健康发展的 多写一些这样的东西 否则的话就不要写 就我说 看见那个精神病患者 那他就是写年轻的 他总是在跟一个人说话 好像不是一个人 他一个人 跟很多无形在说话 因为他写了这样的 大量的言情小说 然后呢 腐蚀了很多很多人的心情 他是待业的 但他都有业缘关系 比如说他发表的 这个言情小说 要一百个人看 这一百个人当中 其中要是有几个人 执着于这份情 不干正事造业的话 他都有因果 就相当于我们 现在的一个传销体 传销体是这样的 他一个人做传销 然后呢 他发展十个下线 他就站起来 一个台阶 这十个下线呢 再发展二十个下线 就往上推推推推 最后他形成一个塔尖 他坐在塔尖上面拿钱 就说我一天 啥也不干 我能赚很多钱 他很买 其实他都是骗人 把这些人都骗到 他脚底里给他做塔 做座 他变成尖 就相当于我说的 现在做这些个 什么写黄色小说的 写言情小说的 写那些 有个杀到银王酒的 造恶的事 最后 他的罪恶就是塔尖 看的人越多 跟他牵连越大 所以说 笔下生金 笔下生灰 但是你没有想到 笔下也生罪恶呀 这人们就不懂这个道理 有好多人在写呀 写 都写那些东西都不堪入目 但是他为了赚钱嘛 他也是在出把 就好多人为情而死 那你笔下就生人命了 真的 好多人写完之后 看得太缠绵了 说不行了 我俩一起死了 他俩双双跳河的 那你笔下不就出人命了吗 跟你有没有关系 有 他说 那我们样的死 就你这个东西 腐蚀了他 毒害了他 所以他走路极端了 所以作家非常之重要 你要是会用你的聪明智慧的话呢 你可能是一个大慈善家 你做的善事 让千千万万人断恶崇煞 舍邪归正 那你就不得了了 如果你不会用的话 你的罪恶是无量无别 我看有不少是吧 过去有一部电影演三角恋爱 哎呀 这家人看着个热闹 这种东西还能搬成银幕 可耻 教人学患嘛是不是 真的 演的情啊 什么三角恋爱啊 什么叔叔 还能跟侄女 什么呢 七八糟 就知道还能搬上银幕 我们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教育啊 这种教育好有烟海 演点什么不好啊 懂懂教育人啊 就这玩意都整屏幕啊 整个人不人鬼不鬼的 再来就是演那些情爱啊 整个孩子也不吃饭 不好好学习 给天天做那块看完了 都跟他一样去缠绵 造业 所以有好多人说 我买一招我谁惹谁 我怎么有病了呢 咱有病了呢 你不明白英国两字 你买一个没病 你说我做家伙还有罪业啊 你看你写啥的 你要写这些东西啊 那你罪业可大了去的 这个罪业还不好消呢 我告诉你 至于我们爱好文学的 喜欢写的孩子们 一定记得 这个罪业不好消 为什么 因为他的文字啊 会渊源流长 只要有人看到 有人受害 你就有罪 所以你轻易不要认为说 哎呀写点什么 比较有才啊 随便写 然后发一下 或者是赚点稿费之类的啊 你可千万小心 我们正确索取金钱 也就是世界人有一句话叫 君子求财 取之有道 断 但是你得学英国孩子嘛 不学英国你还真搞不懂 你不知道啥代言 啥代言 我们这块曾经来过一个男孩 他签了一份合同 不到是跟哪个网站签的 美洲德给他发一篇 写科幻的文章 要发给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要通过 怎么加工怎么做 然后放在网站 后来看到英国之后啊 他感觉不是很妥 他来问我们 我这样代不代言呢 我说代言 他为什么呀 科幻科幻啊 那是骗人的吗 就像我们昨天 问穿越似的是吧 骗人的吗 那是科幻片 我说你写这些科幻啊 都是不现实的 是违背自然法则的 是没有真实性的 那么也在圣贤的教会中 叫什么呢 叫王语 没有的事你骗说 就骗人嘛 骗人的事能不代言吗 他这么转过来的 他不懂 我写科幻还能有罪业吗 我也摸不太准 那你说解科幻 带不带业啊 说我们大家看过 好多科幻片是吧 很多年以前演一个叫什么 铁壁阿藤木 对吧 应该是在十几年以前吧 然后有个小孩 五岁小男孩 家里没有人把他锁在屋里了 这孩子就想天天看铁壁阿藤木 说在家里没有人 我也飞一个吧 再一张台就飞出去 往哪儿飞了 那你就说 写这些东西人 他带不带业 肯定带业 但是你就不知道 不是我让他飞的 你要是不写这些东西 来俯视孩子们弱小的心灵 他没有那么天真浪漫 他以为他穿上这个衣服 就会飞 我穿成那样 我也会飞 那么都想出来 怎么可能呢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带业的 他远离了现实 你就存在大量的网语 所以你看看热闹也就算了 所以说 真正明白的人呢 是不做这些东西的 你比如说2012 这也是一种科幻的美国大片 2012 然后大家就整个沸沸扬扬的 其实 这个人类啊 我希望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是一样 都得看英国 不看英国 你处处大业自己都不知道 最后给你一些灾难呢 你还不理解 给你的果报你也不服 我凭啥得这个病啊 那都有理由啊 有原因才能产生结果 所以这个血的东西 大家要注意 科幻的 严情的 一些黄色的 都是带业的 比如说电视中 曾经养过一个杀人犯 就有一个16岁的男孩 就模仿了这个杀人犯 去杀了一个人 一采访他 说你为什么 跟他有仇吗 没仇 那为什么 就觉得好奇 我看电视里演的 去买一个什么 一把刀 去买一个胶带 把人粘上 买了什么 把人捆上 这样人就可以死 我也试一试吧 所以我们说的这个教育啊 一个是家长教育 一个是学校教育 一个是社会教育 那么社会教育呢 指的也就是电视和网络 这么两大类 再加上就是书籍 也是教育 所以书籍 这一块市场 也是非常之乱 各种各样的 言情的 淫秽的 那种书籍 也是遍地开花 就是现在的人类呀 就觉得有些太悲哀呀 他们为了赚钱 就写 有些人呢 找不到人生的目标了 他们就买 学了一些 非常不健康的东西 这都是有夜云狗报道 所以我们未来的孩子们 你们要写什么的 才千万注意 这是写作方面的 我只是讲了一点 我就给大家做一个引导 剩下的就要靠同行 自己去观想了 什么样的东西代业 什么样的东西不代业 一定要做善的 网上有一种游戏 是一种打怪物的 玩这个游戏代业嘛 代业 时间 金钱 你的大脑思维 有些孩子们 在网络上玩到什么样呢 面相都变得极其丑陋 为什么 他跟游戏打 他打不过 他起参心 他看谁都不顺眼 对 他打心灵变态 真的 看他的脸都直变形啊 为啥 你打游戏 你能打过 我们能够电脑控制的 他越打不过 他越打 他有时候打的 四五天都不下场 偷到家长钱 浪费你宝贵的青春时光 浪费父母的钱 让父母操心 打的你心灵变态 能不代业吗 当然代业了 你忤你父母 是不是 你不好好读书 你都是罪恶 就打的心灵 极其变态啊 就是跟谁 几句话不来 就发火 三句话不来 就想跟人干 就我打不过游戏 还打不过你 真的啊 常去打游戏 人家你看 心灵特变态 这些东西啊 都是非常有罪恶的 我也曾经看过 一个北京的男孩啊 他是搞绑络工程的 他绑络工程呢 我是专门研究这个游戏出版的 我经常出版一些好的游戏 然后卖给我们那个老板 哎呀 我说孩 这活你可不能干 你带死业 这也带业吗 对呀 这个网络游戏是毒害人的 浪费人家金钱 把人们带到另一种思维空间里 我不打死你 我绝不罢休 人都整变态了 能不带业吗 说那怎么办 我别干了孩子 一天挣一百万 你都不能干 你背不起这果报 当给你果报的时候 你就完了 所以现在孩子就搞不懂 我到底从这什么行业 能赚钱快呢 你别想赚钱快了 你想你赚的钱 是没有果报的 既能为人民造福 自己又能安心的 你要赚这样的钱 其实人类没有游戏 也是非常好 你比如说在几十年前的时候 科学没有那么发达 比如说在我们小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游戏 没那玩意儿 我们从小在父母管教的环境中长大的 我们没有那么多歪的心眼子 怎么去坏人 占人的便宜呀 我们的父母交给我们的做人很严格 不需要别人的东西 放学必须要回家 怎么怎么样 都规范的很好 所以我们在社会上做人很成功 没有像别人那种造无名罪业 因为我们在这种模式中长大 这两个话题都很重要 是每个孩子都必须要了解的问题 因为你现在的学习 就要面对你人生未来的职业 生存问题 我做什么样的工作能不待业 我选择哪一个行业 我才能一生平安 健康快乐成功 这是每个孩子想要的话题 网络给人们带来很多灾难 让多少个家庭都不和谐了 让多少个父母都欲哭无泪 所以人类必须要正确使用 我们人类所创造的科技成果 要正用 正确使用 可以到网去查一些资料 下载一些资料 学习辅助 这个都是可以的 有利于人类身心健康的 发展的 这些东西要大力进行宣传 你给我们小孩不大点 也就是四五岁小孩 本个幼儿园小女孩到里 八七一家 我爱你 那么点小孩他知道啥 不就看电视看的吗 是不是 就演了动画片 他说白马王子 动画片都这样了 这人类怎么能健康呢 说那小孩十几岁小孩就开始早恋同居了 就这些个垃圾东西给他们腐蚀了 你知不知道 我们小的时候可天真了 你说妈妈妈妈妈我哪里来的 妈妈说我是在大树底下捡来的 说啊 春天走道就看 大树底下我也能不能捡一个 我们小时候真这样 这树捡的啊 大树底下就能捡个小娃娃 是不是 我们天年走看 大树底下转一圈 看那大树底下有没有 看那大树底下有没有 看看我能不能捡个小娃娃 就那时候的海有多天真 他没有这些东西来腐蚀 家长说什么是什么 听话了 这现在这个大树都搬上银墨 搬上网络 现在还都成精了 真成精了 就不大点小孩就去谈你爱我我爱你 都成精了 写小说的 写啥样不写啥样 是吧 网络游戏这一块 一个是玩不应该 一个是开发这个不应该 没有意义 断送多少年轻人的前程 就这个网络游戏 让多少孩子犯罪 他们偷父母钱不犯罪吗 他们浪费了自己宝贵的青春 没有罪吗 他们玩的神魂颠倒没有罪吗 空度了自己的一生 让父母生气没有罪吗 很多很多罪恶 所以玩的孩子们都这么有罪的 你想发明的人 他们没有贡业吗 这就叫贡业 你不发明就没有这种罪恶 她就叫他 我猜的爱 我猜的爱 你不信心 你不信心 我就是贡业 但很流行 你不信心 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